哈囉各位親友朋友大家好,我是爸爸超人 那剛下班來玩一下三國群傳戰略版 好的,那我現在的伺服器是二輔的頂竹之士 那我帶的軍團是紅花輝,我的ID是爸爸超人,我的戰力是81432 OK,我們來登陸遊戲 我在中午的時候我就有上線,那上線之後呢我就有交一個軍團 叫紅花輝 這個是本來就有選約好一起玩的朋友 不過因為我今天沒有請假玩遊戲,所以我的這個戰力可能跟其他朋友有一點落差,我們大概來看一下好了 OK,軍團 我們來看一下跟其他朋友落差多少 OK 然後成員 好,第一名的話是陳家洛,就是軍團長306260 那第二名是 LeMoti 268139 再來是黑死魔 上線之一黑死魔21萬 3月21萬,這個好像很高的樣子 有些人的頭像很帥啊,他有特別的造型啊 那我看一下我大概排第幾名 目前望遠過去大概都有十幾萬 應該後面就有六七萬七八萬了吧,應該是倒數前十名吧 應該不至於倒數第一 哇 我是倒數第一呢 那 我的等級是四級 倒數第一 然後職位是一班降臨 八萬一 天啊 其實我在今天上班的這些會議空檔中間啊 我有稍微點一下點一下 就是提升我這個 層次的一些等級 就沒想到我現在還是倒數第一 所以 真的 如果沒有專心玩的話 真的還是會落後其他朋友的 OK 那這個 軍團的這個地方有一個寶箱 寶箱的話呢 這邊就是有很多東西可以點 那這個 禮物的話呢 禮物的話呢 是你的軍團朋友 買商城禮包的時候 就會送的 我舉個簡單例子 譬如說像這邊的話有一個自尊鉤禮 那自尊鉤禮的話 裡面有一些東西可以抽啊 他上面有寫機率跟他的東西 好那 像這個自尊鉤禮的話就是要來這邊買這個元寶商城 買元寶商城 譬如說像這個是3690元的禮包嘛 那裡面的話呢 他就像是自尊鉤禮就是 可以配罰軍團的所有朋友 一個這個自尊鉤禮 可以抽這個東西 所以如果說 你的軍團的朋友 都很願意花錢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領到很多禮包來抽 像我的話 運氣還蠻不錯啊 就是我帶的軍團就是還蠻願意花錢的 所以說 我一上線就有一大堆東西可以抽了 其實我 稍早上線的時候我就有抽一些的 我就抽一些的 不過這邊怎麼沒看到 OK 反正現在 對啊現在還有一大堆可以抽 有自尊的 有傳奇 傳奇 傳奇跟自尊哪個比較強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可以抽 晚一點再抽 那這邊的話 有這個金寶箱可以領 這個就是如果說 他們買的東西夠多的話 你這個寶箱等級就可以累加 所以 如果說一群人啊 都很 願意課金的話呢 那這個軍團 他的這個總效 新的局總效是非常大的 OK那我的層次已經升到五級了 升到五級的話 就很多事情可以做了 就是我們在畫面 左下角這邊有一個錘子 這個也是我今天研究出來的 也沒有研究啊 反正有些朋友也在玩這種戰略 有些話應該都知道 他就是有一個特別的一個提示 就是告訴你 可以蓋東西的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我可以蓋這個採礦場 瞬間就完成了 那如果說他空的的話呢 他就會顯示零零 我現在 顯示零二零二代表說 我一次可以蓋兩格 那我目前的話 是零格在蓋 這個就是給他建一建 那建造的話有時間 如果說你不想等待的話呢 就可以用你的道具 你的道具就是在這邊 就是有一些加速道具啊 你就可以加速把它完成掉 那這邊的話有什麼 伐木場 伐木場就可以領木頭啊 採礦場就領石頭 然後農田領這個 糧石 那這邊的話 藏庫藏庫這邊的話就是有一個 保護的一個容量 如果說 在超過保護容量的這個 數量的話呢 如果你被掠躲的話 應該會被拿走 但是因為目前大家都還在保護狀態 所以還沒有掠躲的情況發生 我看一下這邊應該有寫 我們看到免戰令 還有15個小時 也就是說在 15個小時之後就開始會有打架的情況產生了 那這邊的話就是有很多 東西可以去做調整 提升 戰力的攻擊力的 強化值 什麼生命值的 這個 我應該暫時還不會用到 反正目前我就是把它當成一個很休閒的一個 遊戲在玩 就是點點點 看到紅點就點點點 看到東西就給他點點點 看到需要升級就給他點點點 我們現在就給他升級 蠻療癒的 其實他的這個遊戲的模式跟生活群轉m比較不太一樣 他比較沒有那種 立即性 及時性 需要技術性的操作 他就是 一直點點點 點點點 然後 時間到了就抽一下五將 蠻休閒的 這邊有一個將型台 那這邊的話就是每天有6次可以免費抽 但是不是連抽啊 他是抽完之後你要等幾分鐘才可以繼續抽 等個8分鐘還是10分鐘的樣子吧 那抽到東西是15分鐘的加速 點個東西一下 那如果說真的沒有事做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去這個城外 點左下角 去城外 然後用這個搜尋的方式 這個是我目前玩到的進度啊 那有些朋友可能玩到更多 我目前玩到就這樣子 就是 搜尋一下 看什麼倭寇可以打 我就打一下 劉寇對不起 我幫你改名的劉寇 然後進攻 進攻 然後要建立部隊 然後就找一下自己目前最好的部隊 董卓跟夏侯敦 然後他們就過來 然後打一打 就會有一些東西可以拿 大概就這樣子 那他每一次的話都需要消耗軍令 那軍令的話 在這邊 就是點開 左上角 這邊的話就會顯示你的軍令目前 還有1131 那你的容量的話是 1500 1500 我記得好像有軍令可以領 在哪邊 哎呀 忘記了 那個 我看一下 那個 禮包 從哪邊兌換 這邊這邊 我跟你們提醒一下 因為 我相信很多朋友應該都有一個疑問 就是禮拜的話到底在哪邊 點 左上角頭像 點開來之後呢 點設定 設定這邊有個禮包兌換 你就可以輸入你的禮包兌換 那禮包兌換的話呢 就是我相信很多朋友應該都分享 我到時候就把他放到那個 影片下面的留言好了 你們就可以直接複製給他貼過去就好了 OK 好吧 那剛回家 遊戲不能玩太久 點到為止 所以我現在要去做家事 先 簡單的分享 晚一點 有空的時候再繼續來玩 來探索更多的東西 來跟各位朋友分享 就先這樣子 祝福好朋友 玩得愉快 拜拜 拜拜